普利食物銀行由財團發臨台灣普利關懷學會作創立 理事長張慧芳表示 學會上早是以關懷中假出法 在偏向後不是 發現有很多家庫因為經濟困難 甚至連吃飯都有問題 這會讓理事長張慧芳吃不飲心 後來因為受到社會各種有丹因自己的支持更鼓勵 所以有了在我們財區設立實物銀行的價位 而且不只是不主上的幫助 普利關懷學會經濟固點提供合同客服的貨物 普利在偏鄉成立了普利的實物銀行 我們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城鄉的差距能夠盡量縮短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在南西 其實是因為我旁邊的社會局局長 陳隆之局長就任之後不斷的鼓勵我們普利在偏鄉 多做一些關懷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是很高興的成立了普利的食物銀行 當然普利食物銀行 其實食物銀行的目的就是 以食物來作為一個聯繫來關懷弱勢 那在這邊不一樣就是我們還會設立了這個兒童的免費的 小孩子的免費的客服 那在這裡呢我們強調的是孩子的品德 社會局長的單元記表示 透過的社會銀行的新立 不但可以實際幫助流水銀行 還可以減顧到通報的功能 讓偏鄉不容易發現流水銀行也能夠照顧到 透過這樣子呢 對偏遠地區 或就是對我們弱勢的這個民眾呢 能夠做一些實體上的一個幫助 那這樣子的話 在整個部件上就會比較完整 另外呢 師傅銀行呢 私體銀行這個部件呢 我們基本上還有賦予它有一些通報的一些 一些希望 那這樣子的話就透過這個通報的部分呢 我們呢 可以讓 偏遠地區或是在陰暗角落 就需要協助的部分 能夠得到一些幫助 普立關懷協會理事長的商會方 到年來 持續關懷律勢 在到國界的困難 也因為他本身 也是國際賽事會的重要幹部 所以每一家做公益活動 都會結合國優惠 在當中共同行選 種種的項目也讓他得到推薦 成為今年台灣一行獎的得主 張慧芳是我們 獅子會 拯救肌餓會兒童夫婦委員會的主席 他也是去年的全國華人好事代表 跟今年善行獎的得主 我想他得這些獎 一定是有很大的原因 因為這是不容易得到的獎 我看到我們這個 福利銀行的設立 把一些比較有能力的人 他的食物能夠做最充分的 來利用 然後一些比較貧困的 朋友他們也可以得到一些幫忙 南西的食物銀行協力 就是希望能夠提供 六四民眾實質的幫助 在這幫忙要幫忙到新來的 透過開放社會給 後果然會民眾選擇自己需要的物品 種族圓桃業運用到最大 這會也歡迎社會大臣 共同志祺 這會教你 分鄉食物 分鄉愛行列 當然是我們將設為 裁縫不得 裁縫不得